野生蝸牛在西非国家象牙海岸是常见的国民美食 然而随着森林砍发导致蝸牛的棲息地减少 使蝸牛的市价不但飙升为牛肉的两倍 也催生了蝸牛养殖业的蓬勃发展 将手中的蔬果切成小块 农民喂食的是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的非洲大蝸牛 随着森林砍发导致野生蝸牛的棲息地减少 让许多像布鲁这样的企业家看到了双鸡 因为在象牙海岸一公斤的牛肉售价约为2500非洲法郎 相当于台币100多元 但同样重量的蝸牛售价却是牛肉的两倍 在五年前象牙海岸的蝸牛总消费量略超过七公顿 大部分采集自森林 到了去年除了七公顿原从野外采集 有14公顿是由生产生提供 象牙海岸养殖业正在迅速发展 今年已有1200家蝸牛养殖场开始运作 有将近6000人接受了培训 从2017年便踏入蝸牛养殖业 并不断承受相关知识的布鲁认为 创新目标在于提高粮食安全 并确保更多人能以此谋生 除了作为食物外 布鲁海表示 光牛产生的粘液 能用来制造沫浴乳和香皂的美容清洁产品 是养殖场的另一项收入来源